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主导参与带着一共成功做的上市公司 102家 然后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 最多的时候合伙的公司在中国控股五家A股上市公司 当过中国建设银行的 我们就说建英国际投资银行部的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的总裁 参与了建行一系列大量的投资银行工作 今天来这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么多年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感觉 因为我本人现在除了在这以外 还在中国几所很著名的大学当科作教授 除此以外还在美国的波克里大学和英国的建桥大学当科作教授 讲的课程就是金融 还带一些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和人民大学的研究生 带他们的课程也是金融 金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你们到底在金融里学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开始说了一下我的年纪呢 因为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我那个年代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同学 是我那个年代出生的 那个年代是不是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 家里除了一个收音机以外 那个收音机还只有几个固定的台 没什么活动 所以我很幸运的就是我父亲有很多藏书 这些藏书呢 基本上却是国学和历史的藏书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 我看了大量这样的藏书 其他东西没有 但是在我逐渐逐渐逐渐进入社会的很多年中 我发现我的思维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完全是按照我当年看的这些书里面 潜移默化形成的一个思考问题的体系和方式 所以在我现在的公司和在我做事的时候 我有第一个人生的原则叫什么 叫看历史 看事实 你们想没想过 我今天讲的课叫资本运营 资本运营第一章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课标 上面是什么内容 叫老祖宗的道对吧 晕了 以为是讲国学课是不是 给大家出一个课题 你们想一下 这个世界上活了两三千年的世界文明中心 一直屹立不倒 不管什么样的风雨 而且越活越有劲的是哪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吧 除此以外 这个国家叫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民族叫什么 我们也很清楚 如果我们有两个人在这 我们比较谁有更好的长寿的秘诀的话 一个人是活了两三千年 仍旧健康 而且越来越有活力的长者 一个不过是在几十一百年中 好像获得了点秘诀 一下青春焕发 但迅速就衰老的人 你觉得应该像谁学习长寿的东西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 有这种特色 你们想过吗 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在教会我们 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永远说什么科学 生产力的进步 让这个社会推广 让这个特会发展 我们现在在学的很多很多东西 到底是什么 你们清楚吗 历史往前的推广 所以记住了 当不能被历史几百上千年验证 一定是对的时候 这种东西 你们认为它是对还是不对 是很可笑的一种行为 所以现在我们人类在追求和推广的很多东西 到底是往前走 还是往一种迷茫的方向走 每个人应该画一个大的问号 但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老祖宗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 像你们所说的国学 就像你们成都刚才读的大学一样 在教你们的是什么 我写了在教你们一个字 叫道 什么是道 掌握了一种道 就可以瞬间脱胎换骨 成为一个金融大师呢 其实老祖宗就发现了 日月星辰的变化 春夏秋冬的转移 是不是不管人类漫长多少年都不会变 我们人类说音乐 现代音乐是七个音符构成的 你们相不相信一千年以后的音乐 还是七个音符构成的 电脑程序是零和一两个字母演绎出来到现在 你们相不相信一百年以后的电脑程序 还是零和一两个原始字母演绎出来的 什么意思知道吗 你把握了七个音符的秘诀 你就能永远永远创造出最美妙的音乐 这就是道 我们老祖宗告诉你们 人类永远要吃饭 你吃饭的习惯不会变 你一定要衣食住行 这个习惯不会变 刀枪剑体扎到你身上 你一定会感觉到痛 这个习惯你也不会变 还有什么是不会变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不会变的就是道 现在的社会叫乱花剑狱迷人眼 把周围所有复杂的东西剥离开 找到最本质的东西 你发现跟我们几千年前的东西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是不是你能够找到这种东西 就像我说的一样 掌握了一种道就可以瞬间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金融大师呢 我不敢说我是不是金融大师 但是我敢说我在这个领域做的还算比较成功 在中国有这个领域里面有一圈子人 三四十个人跟我的经历 跟我的历史都很相似 其实我把他们才叫做投资银行家 跟西方的很多很多的观点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当然除此以外了 我跟其实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 包括有没有人看过货币战争啊 看过吗 大卫罗斯柴尔德爵士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继承人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三月份大卫爵士来北京 我们在一起还待了一天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一个人 能跟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如果在一起 你知道我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听我说你们会什么感觉 如果我告诉你下个月 荷兰主管金融的副首相来北京 仅仅是因为他的一些下属听我说的一些东西 你们又是什么感觉 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年子的小子 有什么资格跟他们谈 只不过我在谈 我吸收了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吸收了老祖宗精华里的一部分感受 然后给他们讲什么是金融的道 金融这个东西看似复杂 今天咱们讲的课叫做资本运营的主题 这个东西看似复杂 但把它归根结底 把它的道理清楚了 你发现所有的工具你可以自己创造 不光每样工具你使用的比任何人都好 每样的产品使用的比任何人都精灭 而且这里面的核心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创造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更多的时间 应该去想一下 一个老者已经活了几千年 风霜雨雪 永远不变他会这么卓越 另外的一些文明只不过几十上百年历史 迅速崛起 迅速陨落 看历史 看事实 我给大家的问题就是 谁应该向谁学 我们现在的学习体系 初中 高中 大学 大量的体系都是向国外的东西 把国外的资料翻译过来 按照国外的体系做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呢 这些东西到底能怎么样 能反映出什么样的结果 金融领域有大量的误区和错误概念 这些错误概念 这些误区由我来纠正 为什么由我来纠正 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人类生存的 最基础的准则和规律 也就是这个道 那么纠正完了以后 有一天一定会演射到西方去 为什么当初翻译这些作品拿到今天 甚至在西方的很多大学里 到今天还出现这种谬误和错误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道 中国人到底应该向谁学 你们听国学课听的是什么 那么讲今天 留了问题我给大家 现在咱们开始正视今天的东西 金融的东西不复杂 在我理解 像我这样一个什么经验都没有的人 在我理解 金融的每一个理论 每一个思维 我的每一个动作 都应该是大街上卖白菜的老大妈 和拉煤球的老大爷 都能够听懂和看明白的 就像每个人都要吃饭一样 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复杂的 如果它真是复杂 是你看不懂的 我认为它就是伪金融 但是在我们把这些东西 皈依到它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 这些我说的简单道理之前 看一下西方人是怎么看金融的 西方的认为金融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 各种经营活动的总称 如果我们打开教科书 或者去互联网查一下什么叫金融 你会一定看到绝大部分是这个定义 叫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各种经营活动总称 但我在后面画了很多很多的问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概念是不是看似很简单 简单吧 明白吧对不对啊 一个东西增值是很简单的 我们应该怎么定义这个金融呢 我管它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 我们能够看到一点就是 金融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经济是大的金融是小的 我是做金融我不是做经济的 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大家看到当我们引用和照搬西方的东西的时候 其结果绝大部分是怎么样的 失败的吧 我们最后创建的经济体系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系吧 什么包产到户 联产承包 责任制等等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么既然已经有一个事实和历史摆在这儿 就是当我们照搬西方的经济体系 证明是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第一个 两千年前淮南子李燕子石楚就说过 一个东西种在江南叫菊 种在江北叫治 对吗 所以当水土不一样 文化氛围不一样 绝不能照搬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我们没有从这些东西里去体会 为什么要照搬西方经济的 第二个体会就是 既然在经济上已经走了坎坷 为什么今天的金融还在照搬 既然知道金融是经济体系下面的一个分支体系下来的 西方的经济体系完全完全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照搬西方的金融体系 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 几乎全是照搬西方的金融模式过来的 那么这些金融模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中国 具有几千年最优秀文明传统的国家 它适不适用 是不是应该完全的去改革它 我虽然在很多机构 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 但是毕竟人为言轻 我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研究一个东西 叫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 它的本质根基应该移植于哪 当我告诉你们金融的起源的时候 你们就会有一个很震满的感觉 好 回过来继续看西方的金融 西方把金融定义这个东西以后 把金融化了两个市场 一个叫做货币市场 一个叫资本市场 货币市场它有一个定义 不用管它 记住了商业银行是货币市场的主角 商业银行就是大街上我们看到的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等等等等 还定义了一个叫资本市场 他说金融是这两个市场组成的 资本市场的主角是投资银行 中国自己的政府对自己什么是明确的投资银行 就是我们的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 但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 真的能在中国的经济中担当投资银行的业务吗 我们不管它 继续按它的思维体系去说 这里面有两个词 竟然谈到资本运营 谈到资本市场 第一个词叫资金 第二个叫资本 资金叫单纯的货币 资本叫一种财富或者收入 这是亚当斯密定义的 我定义的资本不是 我定义的资本是围绕资金形成的一套特别复杂的关系 换句话说资本市场是什么 资本是什么 资本是人为核心对于关系的总结和操控 与钱无关 钱是资本的附属品 货币是资本的附属品 那么资本运营呢 资本运营是1990年中国人创造的一个词汇 这个词汇我觉得充满了中国人原始的智慧和本能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必须是运营的 货币是死的 人是活的 资本运营是人通过智慧和知识运用金融产品自身的特点 操控商业行为各种关联关系最终获利的重要方式 简而言之就是找到所有各个商业个体之间的关系点 然后用金融的规则把它串接起来获利 那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再区分一下传统的商业行为跟真正的金融行为资本市场行为之间的一个区别 传统的商业行为是需要依靠生产销售服务的环节和原材料设备支持获利 而真正的纯粹的资本运营是不需要原材料设备 甚至资金条件就可以获利的 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过一种经历 就是在银行借七天的短期贷款 然后去股票市场上打新股 有人有这种经历吗 如果有的话就会知道 由于银行七天贷款的利率很低 而股市打新股有一个新股折价原理 换句话说一个股票如果在未上市之前能通过网络申购到 在上市的第一天会涨很多 对不对 没有涨停板 那么如果你有这种七天的从银行贷款的能力 你干这种事情 你会发现这种获利是不是很稳定 而且无风险的 因为两者利率的差异 对不对 那么同样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搞笑的是 你们知道中国的金融机构间的借款拆借的利率有多高吗 最短的最低的可以低到年利率在1%以下 金融机构间的拆借资金可以低到1%以下 然后你们会想到什么 我说资本市场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可以获利 不需要原材料设备 那怎么获利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是个金融机构 我想获利怎么办 我跟A机构金融短期拆借了的资金 我存到B机构就挣钱了吧 对吗 因为我拆借的年利率是多少 1%对吗 有没有银行存款低于1%的 有吗 我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吧 当我找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平手就挣钱吧 我什么都不干 我从一个地方借了钱存到另一个地方去 你们觉得有多大风险 我获利了吗 那么还没有没有 我说的是最简单的有很多很复杂的形式 我说了我这边有一个圈子 我认为中国金融有三个圈子 第一个就是像我这样土生土长 几乎没有金融没有经济背景 靠国学 每一个人都很熟识国学的历史 组成的一帮老板的圈子 第二个我认为是一些大学的教授和专家 第三个圈子我们管它叫职业经理人 就是那些国内或者国外拿着别人给的基金 帮人家做投资 挣工资和挣佣金的一拨人 我认为有三个圈子 这三个圈子里我们真正的说 如果按西方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说的第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这些金融家们 在西方人叫Saleside 一会我会解释 而那些职业经理人 他们操控的很多公司体系叫Byside 一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必须是Saleside构成的 在中国你们知道 光辉的企业 家电企业 我们有一个英雄模范人物 叫张瑞敏 大家听说过吗 听说过吧 在电信企业有一个很英雄的人物 叫任正非 有人听说过吗 华为的 IT呢 柳传志听说过吗 那么我跟大家说商业运营获利的特点是什么 是货币变成商品 就是变成中间体再变成货币 金融获利的模式是什么 是钱 直接生钱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两个模式有多么的不一样 但是资本运营出现 有三个前提 这三个前提很重要 第一个前提就是 人类历史上一定开始出现专业的一种东西叫货币 不是以物易物了 第二个 人类开始有了剩余的货币资金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吃饱喝足以后再也不剩钱 第三个一定出现了手工业 最后到工业 也就是说大家再也不需要靠天吃饭了 这些东西出现了以后为什么会出现金融 为什么我说看历史看事实 我带了很多金融系的研究生 到我这来我就问他们一句话 你们看没看过金融史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金融史 没有从头到尾读过每一个每一个国家的历史 以及跟金融有关的各个团队出生的依据 你学什么金融 因为从一个东西产生的支出 它最开始的样态 是不是能最本质的反映出它的东西 当一个东西已经变得衣食华卫 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外表的装饰了 你再看它的本质有多难 所以我们都说其实看一个东西 要看它的本质 要看它的其实点 我们先看 我说这三个前提条件以后 我们把历史往前推2000年 讲一个故事 然后大家去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 历史往前推2000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名人叫老子 这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一个人 对他的佩服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每到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感悟他 有一种扣架叫铁匠铺 据说这个铁匠铺 就是这个老子是鼻祖创建的 老君卢炼丹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一下 老子的铁匠铺 如果2000年前 他每天拿一两银子去买一块铁 那个时候不是银本位 我们展且算是银本位 拿一两银子买一块铁 在铁匠铺打宝剑 打出宝剑去卖 由于铁的纯度 火候铁匠师傅的状态等等因素 可能打出来的宝剑数量不一样 分别是五六七八九十 但是不管打出多少把 把这些宝剑卖掉 获得更多的利益 我们看到这是不是货币 变成商品变成中间态 有了附加价值 增加的价值 然后再变成货币的过程 今天人类的商业运营到今天为止 全是这样的 没变过 就是说一个货币变成了一个中间态的东西 然后再变成货币 让你产生价值 只要符合这个条件 全是商业运营 两千年前是这样 今天还是这样 没变过 这就是我说的 再往后推一千年 人类历史 这个规律也不会变 但是由于这个铁匠铺 可能当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家里有人病了 着急用钱 可能钱丢了 可能着急要开一个分店 他有没有可能短期出现 对货币的需求 好 当一拨人有家事 或者有路子 或者有钱 发现了这种短期需求 看我说了关系 找关系 找到了这种商业运营 对短期货币 或者中长期货币的需求以后 这些人就会生成一种职业 这个职业就是 把钱借给这样的机构 借一百块钱给他 他是不是得还我一百三十块钱 我们这种在历史上叫什么 叫放贷的 对吗 如果利息高 就叫放高利贷的 对不对 好 放高利贷的特点 一百块钱借给你 你还我一百三十 钱直接生钱了吧 是不是钱直接生钱了 出现了这个概念以后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金融机构出现了 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 钱直接生钱了 那么走到今天 这种机构叫什么 叫商业银行 或者债券市场 找到了这种关系 另外还有些人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闲置资源 跟有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 我写的很清楚 叫当铺 今天叫典当 不用说大家都明白是怎么操作的 对不对 对吗 那么还有人发现了什么 什么叫租赁 很简单 你一个铁匠铺 要打铁 你需要房子 但是你可能一下没有这么多钱 买得起这个房子 我怎么样 我可以把房子买下来 然后租给你 对吧 但是我租金可以收得很高 因为这样的 你付我一定时间的租金以后 我就把房子所有权再转给你 对不对 明白我的意思吧 实际上当我替你支付了房子 你进来 我们今天的孵化器 或者很多机构 是不是都是这么运作的 那么这个叫什么 在今天 叫金融租赁 对吧 听说这个词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发现这些东西的特点 是不是都是能够找到商业运行的需求点 也就是说 他们三个形成的 到今天还有很多类似的形成的 叫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是找到了商业运营自身发展的需求 然后根据这种需求 创建的一种东西 他作为金融的一个初始表现样态 他发展的规模和影响力 是受商业运行自身规模决定的 这个在今天不是金融的主角 也操控不了世界的金融市场 那世界的金融市场是谁操纵 当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金融的创建者 每一个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工具 每一个金融产品 每一个金融组织构架和组织机构 他的创建者 发明者 在西方出现的时候 几乎全部都是 赌徒 骗子 杀人犯 你作何感想 我让我所有的金融研究生去查一查 金融的每一样东西到底是谁创建的 你真的在历史上发现金融原来是这一拨人创建的 竟然没有什么人是生活在社会中层以上的人创建的 你们今天作何展讲 当这些人发明创造了以后 金融通过金融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然后通过这些财富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走到了社会上层 我没有讲那个之前 当你们听到金融的时候 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把金融都当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 有没有认为金融是一个挺专业挺厉害的东西 有吗 那你们看到历史以后 这些发明人都是这个东西 你们作何感想 那我再问你 这些人跟你们在座的各位比起来 哪一点比你们厉害 哪一点比你们强的多 我问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他们对人性的了解比你们强的多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做赌博的 做骗人的 做很多的 都是通过挖掘人性中最阴暗的那一面 来达到自己目的的 对不对 对吗 所以他们对人性中阴暗的那一面了解的 比你们在座的人都多的多 对视频来说 没见 mole 到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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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